灾害的时候 就是会比较 让人家比较有信心 那这是说 这在讲说 整个比较大的 世界性的架构是希望说 我们需求的未来 是指这个李月二十产生的一个文件 就是那个 那个文件里面有讲到说 我们以后希望做绿色经济 那绿色经济不是只有 经济而是要包含经济的政策 然后也要让 那个富有的国家呢 也要去利用技术营传 去让比较平常的国家 有办法去发展绿色经济 然后这个经济也是要有 就是也要包含 也要是公平正义的 也要有能够包容 社会里面比较弱势的阶层 然后再来他也讲到说 这个结论也讲到说 预设经济里面能够最好能够强调合作社 还有运行街的 也就是公司的伙伴关系 在这里面能够得到很好的展现 特别要考虑到地方跟原住民社区的理由 那整个就是说 大概 大概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就是 就是讲说我的超猛 从中国去看过去 因为中国就是像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一些污染的状况 从中国去看一些污染环境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状况 会是什么 然后呢 我在一些国家看到一些小的地方是利用小的做法 小规模做法去做绿色经济 可以让社区有办法有更好的任性 然后序民也可以有可能有比较永续的这个资源可以使用 然后再来又回过头来看 世界性就是全球性的这个联合国的体系 他们怎么看待绿色经济 那总的来看就是说 那些高来高去的东西 当然就是我们无能为力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想办法去做我们生活中可以做 把它形成一个一个很安定 那我们公平记者就是尽量的去写 所以我才想说 这个学期有一些那个实习都是去看那些社区怎么去做 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看有什么问题 不是有什么效 这个啊 这个 这个内容 这不是我讲的 那个跟我一起去巴西的有那个绿色公民行动 三个 然后其中 你们要比较可以注意的就是 其中一个 皇宫所博士班的研究生叫赵佳皇 这是他整理的 他在那个 协会 就是环境支援协会的网站上 发表一篇文章 就很详细的讲到这些东西 我们去查一下 绿色经济的 然后赵佳皇 那他里面会谈的更细更清楚 那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对这些东西要了解 然后再看自己国内的问题的时候 可以多一个参考的架构 就不会被那些主流的问术前进 像最近就是这样的争论又开始 GDP啊 环环境支援协会的障碍 还有劳工和机论工资 其实都是跟这个息息相关 我是还没有去探 去研究那个联合国的报告的面书 有没有谈到劳工的角色 但是我相信是 那个精神是有 就是爱定是要照顾那些 就是在地以及从事劳务 不得人的那些收入 就是基本的收入 好 这个大概是这样的 没有 还可以吗 不会太眼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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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